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呢我們要再來討論這個問題了 我們剛剛提到了 在美國 在英國最近政界呢 開始有一些些的變動 有一些的改變 但是呢現在歐盟是不是也開始有些轉變了 為什麼 因為來看到的是 現在這邊就直邪了 來歐盟的勢力是不是直逼新疆 好 原因是因為塔吉克 他現在要建一個全球最高的水壩 叫做羅根水利發電廠 預估造價是80億美元 現在他已經投入了30億 自己找錢找了30億 那還缺多少 數學算一算 50億嘛 他就必須要再請人來幫忙投資 找的是誰 找的是歐盟啊 那歐盟現在呢 好像也說可以哦 我願意成為你最大的投資人 當然啦 最高的這個水壩 水利發電廠 他的這些電呢 是不是也可以協助中亞 來減少一些依賴俄羅斯 可是賓格 大家要想到塔吉克就在新疆旁邊 是不是現在他們的勢力也開始 隨著北約往東轉 也開始伸向那邊了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戰略要地 所以美國一直想要打進中亞 那過去歐 歐洲反而相對沒有這麼積極 所以這個水壩什麼時候開始建 2016年就開始建 可是一開始他就是向意大利請求協助 那意大利的人去幫他弄 但弄呢一直弄不起來為什麼 因為塔吉克太窮 塔吉克舉債啊民間啊相關的募款啊 就是不夠 那個資金還差很遠 那所以單靠意大利這家建築商也不夠嘛 所以歐盟就直接說不要單純由意大利來 我們全部來幫你 那為什麼要去協助他呢 因為塔吉克這個水 這個水力發電廠如果建成的話 據說塔吉克的電力基本問題就解決了 他就可以不用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那這樣子的話 當他在能源上一旦自主了之後 他就可以不用再跟俄羅斯走得這麼近 那就給了西方能夠介入的一個空間 更何況如果西方真的協助 因為西方的協助絕不可能是無償協助嘛 所以我既然投資了你這個地方 那未來西方在這邊一定 擁有相關的一些權利嘛 那他的勢力就可以趁機進來 所以這是西方打的一個如意算盤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也就是因為他就在中俄的旁邊 然後距離這麼近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戰略位置 所以我覺得中俄一定會開始出現 某一些手段來干涉這個行動 而且你要在那個地方建這個 這麼高的一個300多公尺高的一個 那個水利發電廠 其實在技術上有很多困難要去克服 那歐洲在基建上面 他的能力本身不是大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他真的要去做 那個金額都會非常非常貴 那是非常高昂的 所以這個恐怕也不是單純一下子 因為歐洲現在也不是多有錢 他光是一個烏二戰 他自己國內的通膨 很多東西他的資金也不見得有這麼寬鬆 所以我覺得這個恐怕還會拖很久 但我稍微帶一點剛剛上一頁那一張有一個 因為 其實0077軍情六處不是五處 不好意思 因為軍情六處是對外 五處是對內 五處是對內查間諜 就好像FBI 你看他們兩個對口 因為FBI是美國國內聯邦調查局 CIA才對外 那為什麼這兩個會跳出來 其實就表示 他們是要造成他們的印象就是說 他們查獲了很大量中國間諜 在英國跟美國的內部活動 可是我覺得他們得出的結論很好笑 說是台海戰爭一旦發生危機的話 那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你評估的是你國內的情況 那個台海戰爭那不是你的本質範圍 你總是去評估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非常巧妙 而且我覺得你要去指控人家的間諜活動的話 你就直接把證據拿出來就好了嘛 你告一案你抓到多少中國間諜 他設計哪些案件不就結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些 就好像介大使剛剛講的 這都是做一些動作 滿足美國的政治需求而已 滿足他的政治需求 但是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了 大家都好像有一些些的這個 見指中國 好可是問題在同時呢 北約他不講了嘛 他最大的討好敵人是俄羅斯 再來呢 中國對他是系統性的挑戰 所以西方國家的這樣的一個定調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舉措 除了說呢這個歐盟 他要去投資塔吉克之外 現在我們也要問了 說哈薩克跟他之間 歐盟會不會趁虛而入 先前我們來給大家一個地圖概念 中國如果在這裡的話 俄羅斯在這邊 塔吉克在這裡 哈薩克就在中間這個地方 哈薩克跟俄羅斯基本上 好朋友鐵桿兄弟 先前有問題的時候 俄羅斯在幫他出兵打仗 怎麼現在說翻臉就翻臉了 說俄羅斯直接把他的出口原油通道 直接硬生生的給他切斷 那原因是什麼 現在呢說這個大使 原因可能是因為哈薩克總統 不承認 不甘思考跟頓滅此刻 好所以呢氣到怎麼樣 就是裡面的這些商業問題之外 當然啦大家就講了 政治問題可能就是這個 所以呢我乾脆就把你 這個原油通道給切了 我看你怎麼活 能源問題大家現在 都是至關重要的對吧 那同時大家為什麼會 推出這麼一個政治的觀點 原因是因為哈薩克的前總統 說生日還收到普丁的生日祝賀 前總統呢跟現任總統 兩個人政敵 老死不相往來 結果呢現在這麼一件事情 就讓大家覺得 會不會其實真的就是政治問題 跟什麼被迫執行法院裁局啊 提出上訴等等等 商業問題反而次之了 對其實不只是這個 這個這個不承認 盧甘思克和盾內之客 那個2014年那時候克里米亞 俄羅斯把他併吞了 哈薩克也沒成員 其實所有的中亞國家 還有就是說前這個蘇聯國家 對俄羅斯這個領土 將近的改變 都抱持非常非常審慎的態度 因為他們跟俄羅斯之間 可能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在這個立場上 沒有站在俄羅斯這邊 哈薩克是尤其的 你去查一下 那個就是克里米亞他也不承認 那中午大陸也沒承認 是 中午大陸也沒承認 所以這個領土問題的時候 各國還是有自己的立場 那其實哈薩克 他跟俄羅斯的關係是非常久 可是哈薩克在獨立以後 事實上刻意引進西方的力量 所以對西方採取非常開放 一個接納的態度 那當時他們就說 哈薩克基本上就是想 借西方的力量來制衡蘇俄 對他的影響力 那他現在這個也有一點點 在文化上那麼要走自己的路 他把這個俄羅斯的文化 事實上把它漸漸的把它邊緣化 以哈薩克的文化作為主流 那所以他在語言文化上 也在走自己的路 另外一方面他在安全上 他刻意引進西方 尤其是美國的力量 那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為了讓這個 制衡俄羅斯對哈薩克的影響力 那對他來講是 是從他自己國家的角度出發 是無可厚非的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哈薩克 中亞各國當時都是這樣 那事實上俄羅斯 當時美軍還曾經在塔吉克駐過兵 然後在這個吉爾吉斯也駐過兵 有美軍的基地開設在這個中亞國家 可是美國自己就是說 就是說怎麼講呢 就是毛病不改 進入人家國家裡面 就人家搞顏色政變 所以在塔吉克跟吉爾吉斯 都發生過暴亂 後來人家發覺都跟美國有關係 所以後來這個 美軍基地也被關閉了 最近美國還想回去開美軍基地 就是他們的阿富汗撤出以後 他還希望在中亞有據點 所以呢 美國這個還是回去了 可是立刻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立刻進入這個地方消毒 所以這個地方對 不但對這個俄羅斯是很敏感的 對中國大陸同樣敏感 那美國勢力撤出來的話 都不願意讓美國勢力再進去 不過這個 這一次這個塔吉克這個水壩 其實為什麼是歐洲的錢 你知道 因為其實當時東歐獨立以後 歐洲立刻成立一個開發銀行 就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這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被很多國家認為它是屬於 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一個財務組織 他當時是主要是為了東歐 這個中歐這些國家 他要把他這個錢 能夠用錢的方式控制這個國家 後來東歐加入歐盟以後 這個需求不就不大了 所以這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總部在倫敦 因為我以前跟他們忘了 他這個銀行就變成他的 主要的融資對象 慢慢在移 移到哪裡 移到中亞 所以他把他的主要的活動移到中亞 甚至還移到蒙古國 也就基本上一直往中國的邊境靠 所以這次他在哈薩克出了這麼多錢 我認為基本的錢還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這是歐洲各國集資的 我們臺灣也有跟他有合作 我們也捐了很多項目的錢 那可是這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在國際上人家一直講說 這個就是歐美的一個 所謂要控制這些區域的 所謂的一個財務上的一個什麼 財務上的一支守備 那所以他今天他跑到塔吉克 事實上是跟他們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過去一向的政策是有關的 他用錢用投資項目來操控別人 那你也可以說他是債務陷阱 因為中國大陸做債務陷阱 他做的就是友好援助 他借錢幫你蓋路就是有問題的 對 所以其實同樣在同樣做的事 不過就是說中亞情勢看起來 其實就是說 阿富汗美軍撤出以後 其實美國現在跟歐洲 就把急於再回到那個區域 因為那個區域對他來講戰略很重要 如果說這個中亞不出點事的話 那就讓他這樣子沉平下去 讓一帶一路 現在什麼終極烏鐵路 優秀起來的話 將來歐亞大陸橋蓋的那麼紅紅火火的話 那世界的路權就要起來了 那對於在海權國家那是 他們的好日子的結束 所以這個都是戰略上的競爭 好 其實我們現在剛剛講到了中亞這一塊 美國不想撤 但是在東歐這一塊 又是一個怎麼樣的境界呢 其實現在俄烏戰爭打到現在為止 我們知道美國 他已經有重型武器送進去了 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 美國國防部又開始在講了 說他們現在發現了 要把人也步到烏克蘭境內 是境內 第一次講到要把人也送進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 說目前是不是有東西 武器已經流入黑市 甚至會被最後用來對付美國 還有他的盟友 以及其實現在在俄羅斯 他在對嗆的時候 也越來講話越大聲了 因為他就直接講了 他說你們在繼續制裁我們 有一天我們也會把阿拉斯加給收回來 來委員 這個是他們的前總統麥維德夫 直接嗆聲 說你們在懲罰我們這種有核力量 潛力最大的國家就叫愚蠢 我覺得俄羅斯這位前總統 現在是所謂的國家安全會副主席 這次的講話是不是要誇大了一點 阿拉斯加的確本來是俄羅斯的領土 這是沒有疑慮的 但他也賣給人家 但是用正式簽約也收了錢 把領土賣掉 全世界領土會這麼大的領土賣掉了 只有兩個國家幹過這種糗事 一個是法國拿破崙打仗沒有錢 就把美國當時的路易斯安納地區 比現在路易斯安納州還要大很多的賣給美國 第二個就是俄羅斯 他們以前還是沙俄時代 就沙皇俄國時代 就把阿拉斯加給賣掉了 但是這兩個地區讓美國賺翻了 因為當時買價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現在開口說我要把你要回來 你以為要領土那麼容易嗎 你俄羅斯光打一個烏冬 你就花了多大的力氣 你覺得丟幾個核子武器 就可以把阿拉斯加拿回來 所以我是覺得這位 這位前總理前總統 這個講話也實在是不夠小心 意義不大 會當作廢話來處理 但是整個來講的話 這個美國或者歐洲對俄羅斯的制裁 事實上會持續下去 那我們即使說俄烏戰爭停火了 應該會持續下去 因為美國一肚子氣啊 我花那麼大力氣 花那麼多錢 就輸成這樣子 簡直太沒有面子了 不撐下去哪行啊 但撐下去的結果是什麼 是歐洲會受到很大的傷害啊 是 可是歐洲這些政治人物 我牛皮都吹啦 口號都喊啊 他也沒有退路啊 他至少怎麼樣 要老百姓 忍機受動 繼續去搞這遊戲 直到這個政治人物在選舉的時候 被趕下台為止 所以只能 用這種惡性循環來進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美國歐洲 剛開始判斷失誤所造成的後果 製作你也不可活嘛 如果你今天像梅克爾一樣說 你這個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 烏克蘭要去旅行 明斯克協議 這什麼事都沒有啊 俄羅斯也沒有打仗的動機啊 結果是這樣子啊 委員剛好特別提到 能源問題對不對 讓歐洲很多比如說德國 他們說什麼洗澡呢 只能洗幾個部位 幾個部位這樣子 然後要省電 要省能源 可是現在呢這個挪威在鬧罷工了 其實目前在挪威這邊 它基本上是歐盟的第二大 石化燃料供應國 那當然它那罷工這件事情 非同小可 特別是在這個時刻對吧 好 現在呢說 他們的北海油田無預警的罷工 原因是因為這個營運商 它關閉了三個油田 那就是有勞資爭議嘛 那現在就擔心了 不是 我已經沒有能源了 你在這罷工 那我的能源怎麼辦呢 所以為了避免 工會將天然氣出口減少六成 這麼大的一個威脅 他們現在呢說 有可能有人要直接政府出手要介入了 我們就說了以前呢 感覺在北歐國家是比較強調這些 勞方的權益的 現在政府出手了 那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另一件事情是說 在昨天歐洲議會開始提案 要將天然氣跟核能列為綠能 來這件事情我要請教兵哥了 目前因為能源議題 核能都他們覺得可以開始考慮 它其實是一個乾淨的能源啊 就是綠能啊 首先我要恭喜蔡英文政府 我們的綠能已經提前達標 超過50%以上 因為核能是綠能 因為天然氣也是綠能 因為天然氣也是綠能 所以我們早就已經超過了 已經提前達標了 但是基本上 這個就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因為歐洲過去好幾個國家是非常反核 但現在他們自己也知道問題大 因為你看一個5.2戰爭 把整個歐洲能源的這個弱點 全部都暴露出來 你只要一個天然氣的來源不行 一個石油來源不行 你整個全部大概像骨牌銷一樣全倒 所以他們不得不去做出這樣一個反應 就是其實他們做出這個反應來之後 你看他把天然氣也同時列為綠能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們短期內非靠天然氣不可 因為他們過去很多年 他們因為非核的關係 很多國家已經把核電廠慢慢除疫了 你現在在短時間要怎麼弄回來 核電廠哪有那麼說漸就漸 所以對他們來講這是個大麻煩 可是他不得不這樣做 那他就必須要趕快去恢復 可是問題是現在只是歐洲議會通過 還要經過這些國家同意 那這些國家據說超過 好像超過20國以上同意才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恐怕也有其他一些紛擾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歐洲議會的這個決定 其實就已經告訴台灣了 非常明確的 我們的能源政策是錯的 連在歐洲這些先進國家 都知道要趕快轉彎 那我們還不轉彎嗎 我們還要等待嗎 你想想看 他現在一旦把天然氣列為綠能 你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全世界天然氣 這個發電廠一定大增啊 那我們的天然氣不就更貴 因為台灣的未來超過50%以上 也要依賴天然氣啊 那我們能源就越來越貴啊 你要跟全世界去搶這個資源 請問一下你到底要怎麼去搶這個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不趕快修正我們 然後去把我們的核能重新再恢復過來的話 台灣未來的能源只有越來越貴 然後電還越來越少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塵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